Iò my hair Hello 大家 我是mia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milani全新的全臉盤 今天這支影片全部都會用到是milani的產品 那我幫他們設計出兩款妝容 這兩款其實都可以畫出誇張的妝跟淡妝 所以今天會分享兩個妝容在影片裡面 其中一個是夏日的日常妝容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妝 然後是用110的顏色 那第二個彩盤就是比較主題性的 是I'm Top Model 就是會比較時髦一點 然後誇張一點的妝 那這次全臉盤的特性呢 就是眼影、腮紅、打亮、修容 它全部都在裡面了 我覺得這就是懶人盤 它就是一盤搞定 你也不用去想說今天到底要搭配什麼 或是你趕時間的時候你要怎麼搭配 你就是上課上班前就先拿一盤 然後放在包包裡面就可以出門了 然後你就可以上課的時候 你把這一盤放在前面的同學背後 然後你就趕快補妝 而且它的鏡子超大 欸這被我弄髒了 反正它鏡子就 然後老師就把它蓋起來 老師也不知道是什麼 老師應該不知道吧 但是你畫完還是要認真上課喔 就是化妝歸化妝這樣子 你耳朵還是要打開 我知道很難 我覺得這盤你出去玩的時候 其實也是蠻方便的 你就不用帶一堆Lilicoco 很怕它碎掉 不會 它就是都裝在裡面了 其實我剛接觸到品牌的時候 我會去看品牌的形象 跟它們的品牌核心是什麼 Milani的品牌是多容性跟多樣性 是它們的品牌核心 所以價格親民 然後各種膚色的有散色它也有 你要親民的顏色它們有 然後你要可以畫Draw Queen的那種 妝容它們也可以 重點是它們是不做動物實驗的彩妝 所以它們是對純素主義者 它們也是非常友善的 它們超過七成以上的產品都是Vegan 它全臉盤的包裝啊 就是歐美眼盤的那種經典紙面材質 然後裡面有我剛剛講的一個大鏡子 你要化妝補妝你是照得到全臉的 它鏡子不是那種小小一條的 它就是真的是一面鏡子這樣子 裡面也幫你標示好哪一格要用的 哪一格是什麼 例如說打亮它上面就會有一個顆 刻印寫highlight 然後中間這邊都是shadow 就是都是眼影 然後這邊都是blush 可是我覺得這種全臉盤好玩的就是說 它沒有說你腮紅只能畫腮紅 你腮紅你可以拿來打眼影 你修容你也可以拿來打眼影 就是它沒有一定 所以這對新手來講是非常友善的 可以讓你玩然後讓你去試 它就像自媚抹平了它後面也有標示 標示得非常清楚 但我相信這種 就算自媚抹平的時候 你應該找到你自己的妝到底要怎麼畫了 全臉盤它出了兩個色號 然後一個是light to medium 然後這是110 然後這個是medium to deep 就是120 它已經幫你依照膚色去搭配好了 沒有一定說你只能 例如說你膚色淺你只能用light的顏色 或是你膚色深你只能用deep 沒有不一定 你要看你自己的妝 如果你今天就是喜歡畫歐美妝的 你就算膚色 如果你膚色是淺的 你其實也是可以用深的顏色 所以我還蠻建議你們去城市摸摸看的 你們要去摸顏色 你們才知道你自己到底是適合哪一盤 它只是方便讓你去做選擇 然後但我覺得彩妝好玩 就是它沒有一個規則 所以你可以去試 眼妝總共有三種不同的色解 然後分邊是有兩個霧光感跟一個亮片色 所以它總共有兩種眼影的材質 腮紅也有兩種材質可以選 一個是打亮色 一個是霧面色 然後粉質都很顯色 喜歡畫歐美妝都會很興奮 因為畫在臉上就是超顯色 那這盤歐美系的修容 它是做仿曬的那種修容 不是帶灰結的那種修容 其實這種偏紅色的修容 它有它應該要在的位置 所以等一下後面影片也會介紹說 這種顏色的修容到底要畫在哪邊 然後等一下影片會做示範 那今天會分享兩個妝容 那我們影片就要趕快開始吧 因為今天影片會有點長 先用水肌脆的保濕妝前乳 這罐就是幫你做好保濕打底 保濕度夠的話你的底妝就是會很服貼 然後因為今天是要做水潤的耳妝 所以就是要用保濕的去做打底 然後我會加強在兩家 裡面是含玻尿酸跟椰子水 所以可以讓你的皮膚做好保濕的打底 皮膚看起來就是保濕度會比較高 那打底主要目的就還是會讓眼影比較持久跟顯色 好 然後Shadow的第一格 第一格的顏色 今天會先從中間暈輪廓 就是它只從裡面到外面 欸 廢話 它的漸層是圓的 所以今天就是先從睫毛根部開始往上暈 第一個顏色 在眼影一樣 然後再來沾第三格 比較深的 然後我會加在眼尾的區 趨字這邊 因為我是內霜 所以你在畫的時候就是 後面眼尖比較寬 所以它可以加強的地方就是在眼尾這一塊 你如果整塊畫滿的話 你的雙眼皮看起來會比較窄 就是它沒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像這種內霜的話 它可以加深就是在眼尾 然後輕輕的往前暈 它就是會有淡淡的漸層 就是它的眼神就是會有跑 它的眼神就會出來了 然後後面我會再往後暈一點點 因為等一下眼線可以壓在上面 所以深色就可以往後拉去做陰影的漸層 然後亮色 壓在眼球的中間 然後我覺得這個亮粉色它是會越壓還會越亮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調整說 你有沒有要到這麼亮 然後因為今天這個妝是比較夏天的 所以亮的地方就是多一點 然後我眼線液會疊在我的眼線膠上面 它就比較不容易暈 因為這支的眼線液非常的黑 所以它疊在眼線膠上面是蓋得過去的 然後今天這個妝 今天這個妝它的眼線是平拉 就是你不要往後勾 看起來會比較自然 下眼影可以打一點點這個打亮的會蠻好看的 而且今天天氣超好的 就看起來會亮亮的 就是這種偏紅色的修容到底要怎麼修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凹陷處 你可以去摸你自己的骨頭 然後你不能直接上在這個凹陷處下面 不然你這邊看起來就是會更凹 因為像我這邊就是比較凹 所以我們今天要上的位置是在這個凹陷處的再上來一點點 所以你在沾的時候可能就是沾一層淡淡的 然後你就是去找你這個凹陷處的上來一點 這邊是凹陷處 然後上來一點點 你就是大概先知道個位置之後 它有個顏色在了 然後你再輕輕的 往前暈開 不用再沾 然後你再往後暈開 往你的耳朵這邊 往你的耳朵這邊去暈開 就是讓它自己有個漸層 好 然後剩下的再去過在你的下巴這邊 然後都是往上去暈 因為你不能這樣子暈 你這樣整條會是一個線 所以你在暈的時候最好是從下面這邊 最深的地方往上 所以是這樣 跟畫畫的概念是一樣的 然後你要去接上面的這個 漸層 這樣 然後腮紅的位置要上在哪裡 笑肌在這邊 腮紅的位置一樣 你去找你的顴骨 然後輕輕的 讓這個顏色變成亮點 你的正面就會有腮紅的顏色 然後側面的話是會有修容的顏色 它們就是會融在一起 然後等下畫唇 畫唇之前我會再用腮紅這個顏色 我會去打在唇峰的上面這個凹陷處 把它打得飽滿一點點 看起來它就是會比較厚一點點 所以我就會加強在 我們人中的最下緣這邊 然後暈開 下面我會加一點點 它看起來就是會比較豐滿一點 然後唇峰打亮的地方 就要變得高一點點 再用這個顏色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會去打在它的上緣 然後再用這一支 Honey Rose 就是玫瑰色 它有個淡淡的果香味 因為剛剛有畫唇峰嘛 它是那種霧狀的 你在畫唇膏的時候 就不要畫得太俐落 換到唇邊這邊就會很奇怪 所以你這邊就是淡淡的去把它暈上去 就好了 然後再用唇 然後再用這支唇面 然後打到那種比較豐潤唇的話 我不會整個打 如果是比較日常的話 所以我只會打在中間這邊 所以我只會打在中間這邊 然後捏一下 再加 看著有個超水 對 那我會不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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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我要用一支很容易晕的眼线笔或者是眼影笔 会打个轮廓去做打底 然后先用这一支 就是让深色的地方比较扎实一点 然后轻轻的晕出去 眼影再沾那个最起的颜色 最深的这一个 去加强在深邃度的地方 这样不要有线条 最好就是慢慢的淋上去 我会在沾最浅的颜色 在眼影这边在做加强 我会用收容的颜色 有线扇 然后打在周围 然后你中间亮度就会提升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用一点腮红 我会再用这个打亮 这打亮看起来有点像 又光仙子的那个 仙子卡通里面的玩具 就是这个卡通感还蛮重的 看起来 它这个颜色跟里面的打亮颜色不一样 打亮不要打到上面来 不然看起来会很像出油 所以你要视觉上去做拉长的话 是要打在下面这一块 然后你可以轻轻上来一点点 但就是不要打正面 我们要打的是下面这一块 然后 再用这个颜色 我打在下缘 加深它的轮廓 然后轻轻地晕上去 我听到什么 我听到什么 我听到这儿 我听到油 这颗可颜亮 那这次全脸盘画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妆容 你在影片里面可以看到真的很好上色 然后真的很显色 所以你可以去层层摸摸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显色 然后如果你质地喜欢 然后你也好奇 你没有玩过这种全脸盘的话 你可以把它带回家 全脸盘就是整盘颜色随你玩 然后它不会有那种刷色 就是会让你觉得你可能只会用了一两次 然后你就不用 你修容也可以上眼影 你腮红也可以上眼影 你修容也可以当腮红 就是你可以去试每个材质跟它的颜色的色性是不是适合你 或者是你要去怎么做搭配 然后你也可以只上两个颜色在脸上 就是去做全脸的搭配这样子 玩出属于你自己的风格 然后画出喜欢的自己 我觉得这就是蛮好玩的地方 那希望今天影片里面有学到东西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